很多网友说你这个冷水鲜鱼要按客卖才能回本啊 说真的 这些冷水鲜鱼我根本就没想卖过 主要是这个东西啊 在我们当地是算比较稀少的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冷水鲜鱼啊 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鱼苗 如果有的话百分之百是骗人的 目前我想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十年养好 让他们熬过我们湖南这边严寒的冬季啊 好像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 我也在那边也钓了一些冷水鲜鱼啊 那个时候那边有个泉眼啊 可能是发洪水啊 那个泉眼被堵住了 在那里我好像是钓了差不多一百多条吧 放进最里面那个水池 也是正直我们湖南冬季最寒冷的时候 突然呃 就爆发了水煤病 一百尾就全军覆没了 和他混养的有西斯巴马口 他们就没什么事 呃 可能和这个鱼的生存环境有关嘛 因为他们是生活在那个泉眼里面的啊 泉眼里面的水不是就是 呃 冬暖夏凉吗 是吧 冬天可能水太冷了 上次在这个池底发现很多 喂消化的猪肝啊 然后我们改变了喂食计划 呃 现在基本上是隔一天喂一次 目前的话以猪肝和蚯蚓为主啊 我后面发现还是猪肝 便宜很多 然后 就有网友不干了 他说3块8亿斤的猪肝 那不是死猪吗 我拜托 每个地方的物价不一样 你总不能说这个猪肝卖的便宜 你就给他扣上帽子说是死猪吧 我觉得这样子不厚的啊 接下来给10年喂点食 看一下鱼儿的状态 前天我们喂的是蚯蚓啊 这次喂猪肝换着来 加点复合维生素 搅拌一下 其实我是特别爱养这个原生鱼的 嗯 我也非常好奇这个冷水连鱼到底能长多大 反正我目前在我们当地见到最大的可能不超过三两啊 开始喂了 那一块就过来了 一块就过来了 再等一会一群就要过来了 看这个大的胆子比较大就过来了 猪肝在水里面一散发出味道周围的全部都过来了 哇 这胆子大的就是 反光太狠了 看不到啊 还是猪肝好啊 要大了过来了 这吃食太凶狠了 差不多了 只喂一点就行了 我们 少食多餐啊